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泡新闻台北FM98.1 News98 98新闻台 我们的老台北播出第40集 邀请到的是画家作家刘庸 刘庸先生是我的老师 也是我非常崇拜的作家 他出版了一百多本书了 还不是说只是出书而已 有《立志散文》 这是我们最熟悉的一个面向 也有关于艺术理论的 还有绘画技巧的 还有关于汉字的 我想您涉猎的范围 极为广泛 今天我们要先从一个角度来谈 那就是我手上有一本书 《当时明月》 副题是龙山寺庆元宵 这本来是一张画 大概是八尺乘以五尺 这样一个尺幅 可是这里面又有非常多 街道建筑的细节 您来大概为我们介绍一下 整体的布局 以及为什么会画出这张画来 人到一定的年岁就会怀旧 也会怀念逝去的人 那么我当我怀念我父亲的时候 就会想到我小的时候 最快乐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骑着脚踏车 把我放到前面小藤椅上 带着我到万华去 那万华那个街边 我不晓得到底什么街 说不定是现在的广州街 还是什么地方 都有一个一个摊 里面有各种游戏 你可以拿球来打什么东西 射飞标 或者是用气枪打一个水柱起来 中间一个乒乓球 乒乓球 我都打不到 但是我爸爸在大陆的时候 就总是打猎 所以他比较打得到 还有打泥仁 是泥巴做的 然后涂上颜色 那泥仁 后来我大了之后 我常常自己用黏土做泥仁 这些都是会让我怀念 过去跟父亲在一起的那种岁月 我也记得很早期 我看到龙山寺里面的花灯 那时候已经有电动的了 但是很滑稽 那个动的就是机器 比较死板 但是那时候我还是喜欢的不得了 于是我就画了龙山寺庆元宵 这张大画 八尺成五尺 里面有一千两百多个人物 这张画到现在没有在台湾展过 在台湾没有展过 为什么 我在台湾也将近十年没有办过展览 那么这张画 但是被台湾不晓得什么团体 送到北京的中国美术馆展览过 是台湾的一些画家的作品 在那展览 也到了上海的文化工 后来在我各展 在北京画院 浙江美术馆 跟辽宁省博的各展当中都展出过 但是还没有机会在台湾展览 所以我写这本书的目的 把这里头人物的他们的一些故事 把它写出来 是做一个热身 因为这样子改天 我在台湾展览的时候 大家看就不只是看这么一大张画 有很多人是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故事 我是借着这张画来写散文 或者是写小说 里面有很多我要说的话 非常精彩 这里面这个市井人情 不是一个简单的成语而已 因为它里面牵涉到的是 每一个环节里头 人如何去导引出时间的流变 虽然看起来整个都是夜晚 可是这个仍然会有些微的变化 尤其是小规模 或者是小尺度的时间流动 是的 比如说它有故事 您刚刚提到的 可以谈谈您怎么去设计 它的布局的区块 以及各个区块之间 它之间的联动 首先就绘画整体来讲 我起先的设计 就把明暗度要调配好 就好像你现在看到的那页 里面这个摊子 它冒出的这个吹烟 这个升气 那我画这个东西绝对不用白 我完全不用白 统统用流的 所有的路灯等等 都是流白的 对的都是流白 那个不论是灯火 或者是吹烟 或者是月光 它们在一张画面当中产生了一种跳动 灵活的作用 是 所以这张画你挂在很暗的房间里头 你都觉得它蛮亮 所以这是我起先的设计 非常了不起 刚您特别提到这个吹烟 对 它等于是在你的画面上最暗的部位 你放了一盏灯 对的 就是给它这个照明 而且是个间接照明 对对对 因为因为当你有烟的时候 它一定有有风 它才会 它是有空气的流动 然后至于细节部分 它有一千多个人 我里面说出我要说的话 所以有很多乞丐 我记得我小时候在街上走 常常会看到乞丐的套钱 是 那时候我会跟我父亲要钱说 然后给乞丐 然后我父亲跟我讲说 你不能够丢到乞丐的碗里 你要蹲下来放在乞丐的碗里 不要让它发出声音 这是尊重人 我也记得有乞丐到我家来乞讨 那么我母亲端着菜出去 特别注意那个盘子 是不能够磕边损角 就算我们平常家里头 常常用到磕边损角 但是拿给他们的时候 所以这张画有非常多的乞丐 你就单单在这个门口 就可以看到在荣山寺的门口 又看到很多乞丐 然后又趴在地上的 有的在旅馆前面 包袱旁边 可能是缺了盘缠的 那么也有小孩在街上尿尿 街上尿尿 父亲在旁边看 妈在把尿 我记得前几年还有人讲 说是很多人对岸来的到处变逆 那么其实在我小时候 台湾也是一样的 你看刚才你指着这个地方 这边有一个捡垃圾的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捡垃圾的 捡垃圾的大人 对 然后旁边跟个小女孩 跟个小孩 对了 这个捡垃圾的大人 他有背着一个篮子 手上一个篮子 然后这小女孩 拉着他妈妈 是个妈妈在捡垃圾 这个小女孩 没有看他妈妈 他看着旁边的摊子 摊子上是吃东西的 对的 然后摊子上吃东西的人 正在回身 在喂一条狗 很可能这小孩 他肚子饿了 他想吃 他还觉得 他不如那个狗得到满足 所以我在里面是讲这些故事 甚至还有烟花像 当然你可以去想 它是烟花像 也可以想它不是烟花像 你看还有这戏台 这戏台前头在演歌仔戏 那后的后台就有化妆 还有在换衣服 OK你不注意看 他在换衣服 换衣服 OK但是有一些灯涂子 化妆的要仔细看 就看出来了 对对对 因为那个化妆的女士 她身上的一个色 色光色温特别高一点 对对对对 然后那旁边 你可以看到这些 灯涂子 小色鬼 趴在那偷看 偷看 但是还会有个老先生 拿拐棍过去 然后拿手指着 好像是有一点批评的意思 批评的意思 就我们看这个中国绘画的传统来说 当时明月这个画册 所代表的那一张画 其实是跟出景图 入壁图 清明上河图 这些都可以放在一起来讨论的 是的 可以谈一谈这种跟市井人情 息息相关 并且有充分的生活细节反映的绘画 它是怎么样打动你的 比如说韩西在夜宴图 那是一个间谍间谍的作品 对对 它是个间谍作品 但是你会发现里面也有道学夫子 你现在去想想 那几个灯图子在偷看 旁边的老先生 就是我摆的那个道学夫子在里面 有的时候 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 会把一些禁忌摆进去 但是禁忌之外 一定是可以天下国家民族 这个东西都要摆上 在我的这个话里头 这种其实骂人的并不多 但是有很多是反映我对于社会的关怀 所以这里头也有一些社会上 某一种阶级上冲突 也有一些讽刺 我透过这个方式来说出我要说的话 像是人家说 你怎么老是有人在挂灯泡 我说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是摇头叹气 那个时候做的灯泡 一下子就那个头就掉了 然后就一声就灭了 所以呢比较讲究的那灯泡一坏 就赶快换灯泡 换灯泡 后来好像是隐重荣 是讲了重话 你们不把弄好的话 我就进口 然后才改 所以在里面它有后面的故事 我记得还有一个小细节很有趣 是一条黑狗被拴在树上 对 但是它后脚站的 前脚是扑起来在空中 远远的 而且看起来吠得挺欢 对 它是有目的的 或者是有目标的 对 因为好像有贼的样子 结果我们穿越过中间的树丛 对的 发现可能是一男一女 是不是 你不要到学了 隔着墙头 那么黑地方看不清楚 好 如果是一男一女 他们俩在干嘛 我不知道 你自己看的书 隔着墙拉着手 在那个时代 能够隔着墙拉着手 就已经不错了 另外隔壁人家 有个女孩正在用工呢 然后那个爸爸就指着外头 大概叫他太太 来看看来看看 你看隔壁他们在干什么 那个太太就追过来了 就说别喊别喊 不要打扰孩子 对呀 在用工呢 所以别说 这个看起来没有配上音 但是仔细的看 还真的会察觉到 这是一个小家庭里面的 猪斑心理的生活细节 对的 但是这一张画 同时它又有一个元宵的背景 对的 因为我很喜欢元宵 因为我喜欢元戏 嫁先的 OK 元戏的 东风 夜放花千树 更吹落 星如雨 多抽象 多美 在中国古代的这些个诗词 以及他所融入的意境 会随时的在你的画面里面产生 会出来 产生很好的影响 比如说你说众里逊 他千百度 默然回首男人就在灯火阑珊处 那个灯火阑珊的 那个就很抽象 什么叫阑珊 默然回首 那个一回首的感觉 宝马雕车 香满路 凤霄 生动 欲无光转 这个画面 他很抽象 对不对 而且它是有时间性的 对 额尔雪柳 黄金 那种 似见 似不见 明暗 闪烁 灯火 我本身是人已经散了 人变少了 所以那个灯火就意义不大了 也甚至可以说不够明亮 对 其实因为人散 所以才看到 还在那边还在干什么呢 那个人也在等你 不过整体的说来 一张画能够说那么多事 它一定也跟集合的记忆有关 那画的时候是从哪一些部位 先开始去设施 或者是构图 里头有很多是我的经验 我小时候总是听到我们的邻居 那后头听到 这是竹笋炒肉片的记忆 就深深留在我的脑海当中 那个时候是比较会在街上打孩子 街上尿尿了 街上打孩子都会有的 所以它是在一面 一面构图布局 一面把故事衍生出来 对的 就好像我跟你说 我说我总是在缺氧 所以我觉得我有时候 蒙蒙醉醉 可能东西就自己跳出来了 从记忆当中跳出来了 或者是突然有灵感 但是高官来了 一个车队 有吉普车 有什么大的车 小的车 他们来了 我一定要设计好 因为他这个车队蛮长的 然后前头有人下车了 有人怎样 我设计好 然后我得要查 那个时候的吉普车是啥样 那个时候比较大的车子 轮子是有个盖子的 OK 是在左右上面 OK 要查这个 如果我要画建筑物 就算是龙山寺旁边 不是那个建筑物 而我虚构 那个建筑物 我很可能要到大道城那边 去考察 没错 包括我注意到 因为从这个角度来看 虽然看起来是一个45度角往下看的 但是远方也就是到了龙山寺顾面的那个 有楼房 对的 那个楼房跟旁边 那就不一样了 对的 它正面是三扇窗 是 它上头会有灰 有的时候是加灰 我会去查 而且我会要求 譬如我到迪化界那边 我会进到店里头说 你能不能让我到里面去看看啊 你会发现中间有个小院 它有个小天井 小天井 有时候那边有厕所啊 什么的 那是上到透亮的 那我再去查考资料 知道在早期 它那个后头 其中有一些后门 就是接着堤防了 接着堤防 从淡水河把货运到的时候 就把东西从那边下货 然后拿进去 在后面一楼处理 是 然后再送到前面的麦 那我于是我就跑去问 而且要查早期的地图 我也查大道城 因为我也画过大道城 是 其实大道城早期 那个河距离街道是很近 距离迪化街道是很近的 几乎到那个庙 OK 但是后来堵塞 是 同样的 当我画万华的时候 画龙山寺的时候 我也跑去勘察 跟那边的当地的老先生谈 比如我说 以前有很多工厂 有很多都是印刷厂 是 因为你做一个河港 那个时候它就有几样 一个是印刷厂多 大家阅读 会看报章 一个是吃的 大家下船 一个是要拜神 因为你是走海 对不对 一个是有小姐 OK 就是这几个行业 那时候有那么多印刷厂 我以前都在那边 高中跟大学 边校刊的时候 边刊物的时候 中往那边去 后来他们到中和永和去了 然后我到整个万华跑完了 找到一家印刷厂 现在就在龙山寺正对着 然后左边往后拐 一个只有一瓶大的 恐怕还没有一瓶大 还能 还能远远吗 在那边印什么东西 然后他说 就我这一家 我告诉你 陈万华就我这一家 我去跟他们谈 他们会说 以前这前面是个池子 因为龙山寺是美人穴 以前万华总失火 风水师说是美人穴 所以要美人照镜 所以挖了个池子 到后来日本时代 把池子填起来了 然后曾经在很早的 现在八九十岁的人 九十岁的人 可能在那边摆过摊子 做成市场 那现在又搞了一个 现代喷泉在那 我是总是去看 龙山寺也不是正南 正北这样子排的 宿南朝北 他是乖一点点 表示谦虚 对的 我在画的时候 也都注意到 因为我很喜欢搞透视 所以我都注意到 可以告诉我这个外行人 这张当时明月 他是用什么样的 透视的方式 或者用不同的 透视的方式 来处理他的空间 那么稍后片刻 马上回来 今天进行的单元 我们的老台北 访问的是我的老师 画家和作家 刘庸 我曾经在上个礼拜的 节目之中提到过 我有机会在一次 所谓的联课活动 也就是课外社团活动中 听过刘庸老师 给我们 那个时候 我高中一年级 上过一堂美术课 而且我记得讲的是 我叫老师 真的 我讲的是水彩 而且我还记得 讲的是马白水 以马白水为例 是的 做他 因为他好像 很多色块 他是一个一个色块 我从那以后才看懂了 马白水的画 他是怎么画出来 是的 今天我也要借由 当时明月这一张画 以及出版品 这是画廊出的一个 是的 当时明月 龙山寺庆元宵 它是一张大画 而且是一张 有个特殊视角的画 是的 这个视角很远 大概长达几公里 但是它是有一点点高度 有一点像鸟看 但又不是 它的horizon比较高 它的视频线 视频线 对 可以谈一谈 你怎么设计它的 透视 透视 因为一张太大的画 像这一张有八尺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的视野 很可能只有三十度 真正清楚的 大概只有三十度 那么超出的 就会不清楚 所以我们难免 当你要画一个 很宽的画的时候 你要往左看 然后往中间看 再往右看 如果你把这三个 看到的东西 融合在一起 它的视频线 是没有改变的 所以有人说 这是动点透视 不 严格的说 它不是动点透视 因为它的视频线 因为你还是站在这 只是搞不好 你是眼球 往左边看 往中间看 往右边看 但是单单你眼睛 往左边这样子 稍稍一偏 它就是两点透视 这个是比较学术方面的 右边这样一看 也是两点透视 我跟你讲 我为这个 在大学的时候 跟我的教授 在课堂上吵 那叫莫大元教授 受日本教育的 以前是十大美术系的 系主任 我就坚持我的 他坚持他的 等一下 你们坚持 他坚持什么 他坚持 那是一个东西 是一点透视 就是一个纸盒子 你正对着他的时候 他一点透视 我说你只要眼神 稍稍偏一点 这个一点透视 就变成了两点透视 英文就是VP1 VP2 就两个消失点 两点透视 莫大元他不认为 我说老师 我们到走廊上去 那打架 同学都说 你在干什么 我说好 然后我们就拿着尺 不是拿尺打架 到尺 在走廊上 量走廊上的地板 跟走廊上的天花板的线 来研究这个透视 到后来 我们莫老师 没有说到底谁对 还谁错 我到今天 我还是认为我是对的 OK 但是我到学期中了 并没有被当掉 我拿最高分 不同意老师 但是这个老师也不容易 但是这个老师 而且还跟别一般赞美我 有一天我在走廊上走过去 我穿的皮鞋 走路很重 讲究还没有功德 那么重 这个莫老师就跟同学讲 做过程度很棒 做过程走路 混浊 很熟 我教过他很好 你看 所以我学生时代 也就喜欢搞透视 这一张当时明月 他幅度太大了 所以如果你往中间看 他们的消失点 都在这个位置 都在中间这条大路的底端 一个消失 但是当你看边上的时候 看到左边 看到右边的时候 他又有左边或右边的消失 就好像你今天看一个摩天大楼 那个楼太高了 你往天上看的时候 越上面他就越小了 那越小了 那也有一个小时点 到天上的小时点 所以我最近在写理论 写饭宽西山行旅图的时候 就讲 那饭宽 他是在了一个特别的位置 来观察 然后把他所看到的 高处的中景的 跟下面的近景的 融合在一张图上 所以产生了那样大的力量 山从人面起 他的西山行旅图 这个大山在这 下面小山 他不是这样看的 他这样看的时候 高度高处 他是融入了这风景 所以这一点到山头 到山中间到这边 几乎是一样的 距离是一样的 于是他可以用同样 重量的墨色去表现 但是那个山却环绕着你 这样说我就我想听众在收音机前面 大概只能用一个方式理解 就是饭宽有一只空拍机 对的 而且是在比山顶矮不了多少的位置 对的 比山腰还要高 对的 在山当中 我有一个 我自己观察的一个疑惑 因为我不懂这个绘画 可是我常常到 不管是故宫或其他博物馆 看着中国的古画 尤其是室内的桌面的时候 我们都会注意到 桌子的对面 可能是我们的主角 他的脸特别大 包括您刚刚提到的夜夜图 对 可是这个桌子的近边 也就是朝着读者的这一边 居然会比他的远边要窄 好奇怪 最妙的是 我说这个不是在跟西方的透视不同吗 最妙的是 有一次我不小心拍到了奥运会的桌球的图 我拍到的时候 发觉近边是窄的 这是照片 远边是宽的 也就是说 他并不是画出来的 你要不要讲神话 你拿照片给我看 这个一定是你的镜头变形了 就好像我们拿手机来拍的话 我就是拿手机拍 人都会被twist 人会被扭在边上 漂亮女生都知道 绝对不要躲在边上去 躲在边上增加20公斤 可是的确正面的近边 你按照透视 它当然靠近你 你今天一个三尺靠近的镜头 那么远处三尺 你说远处的更宽 对 这世界倒过来了 不要去讲神话片 我跟你讲 如果故宫在展览的话 如果展过宫三宝 你去看 不论是西山行旅图 郭西的早春图 或者是礼堂的万赫松丰图 都合于透视 而且算是相当精准的透视 北宋是讲究透视 他们的礼学 他们是格物穷礼 你包括清明上河图 透视 你看那个船 透视非常好 那个郭西早春图里面 小小的船连锚钉他都画出来 是 透视好极了 人在往山里走 那个鞋子 在那高处往下看的时候 那鞋子的角度 我讲句实在话 距离现在一千年 恐怕都很少有人 能画到那样的精准 其实中国人是有好的透视 你的照相机骗了你 你拿来给我看 好的 但是从这个构图上来说 选择龙山寺有它什么样程度的难度 可以说一说吧 其实选择任何一样 就讲我说巴洛克市的建筑 那我要去查资料 我得进去人家里面看 我也要知道在楼顶上面 还有一层 它的乌瓦是朝前还是朝左右 它的开口 我画龙山寺的时候 它的钟楼跟古楼 它是轿顶式的建筑 给它是圆圆的轿顶式的建筑 它们应该是透视 应该怎么样子处理 然后它有三进 而且这个前面的三川殿 它中间一个大的 然后左右两个 那么它们之间的架构 是怎么样结合在一起 龙山寺是非常讲究的 它经过历代 从乾隆时期一直到现在 那里头的铜柱是纯铜所铸造的 是 这些东西我都要亲自去看 但我画的绝对是我虚构的 我绝对不能你住在万华的 你说哎呀拜托 我家在哪里 那对不起 我是虚构的 这个很有趣 怎么样在一个看起来极具写实风味的 是 呃 也是让我觉得可能是有特殊技术上面的考量而出现的 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我们的老台北这个单元今天播出第四十集 邀请到的是画家作家我的老师刘庸先生 今天带来的这一本书当时明月是一张大画的解释吧 或者说注教 有点像是导览图又有点像是寻宝图 嗯 你别看因为我这个画在很多地方展览 嗯 很多呃欣赏者他们都知道里头慢慢找慢慢找 嗯 你只要跟他讲 所以有一个小女孩他拿了个气球 他刚爸爸妈妈给他买了气球 他拿在手里不小心一松手气球飞了 他爸爸回头要抓 但是一下子没抓到 你们找好家伙 你会发现大家兴趣 浓得不得了 别的都放下去了 就在这个很像 西方美国的童书 就像looking for wally 还是什么 所以一方面我要让大家知道我在这有这个趣味 有这个趣味 一方面在这个当中他所反映的那个时代 嗯 以及我对时代的关怀 是 那个时代是有乞丐的 那时代小孩常常随地尿尿的 那个时代 是有高官来了 大家要回避 大家要回避 中间有那么一块半亩方堂吧 对的一键开 这个从天上洒下来的月光 是的 反映在这个水塘里面 是的 他也营造了和龙山寺正对面的一种平衡感 对的 龙山寺的黄灯 灯火灰黄的那个 可是他的正对面是月光反映的池塘 是的 这个设计是妙头了 而且原来好像就有这么一个 对的 现在已经不存在 只剩下喷水头的 现在是做了一个现代式的音乐喷泉 说不定还有漂亮灯光 在很早期那边是竹林 但是在万华容易失火 风水先生就说 那个地方是美人穴 就是在龙山寺对面 美人要照镜 要照镜子 所以要挖个池塘 于是就做了池塘 这个池塘做好果然 据说是火灾就少了 但是后来又把池塘填起来了 做成市场 我不知道有火灾有没有增加 但是这一幅根据想象而构成的这个池塘 周边还有一些树木 而且还有洁碧林次的房舍 这个房舍就远远的要比池塘对面 远处那些个巴洛克式的楼建筑 感觉上是更在地一点 对的 Local的 对的 而很可能的也代表着 他们的生活阶层 或者说是经济状况是比较低的 是的 我在这个书里头也解说了 举个例子来讲 是这边你会发现四周有建筑 中间有个天井 对 那到底是怎么样的建筑呢 为什么在这个旗楼下头 有那么多人在摆摊呢 表示那个商店是不开的 那那个商店不开 它是说不定是公家的 说不定是银行的 于是往这左看 你会发现看到大院 他甚至还有警卫 有车子 于是你知道他是公家机构 公家机构 结果他融合了巴洛克的装饰 跟比较现代的建筑放在一起 是 就是我画每一个建筑的时候 我就都会考虑到这些 像是民宅 我在这个书里头也说了 所以你看那个民宅 他上头门的上面 有一个水泥盖的 那个就是在早期 大概40年42年43年以后 台湾的日本式的建筑 原来你举例来说 你到温州街那边去看 原来他们都是树墙 树墙 多半都没有 以前我都在里面玩躲猫猫 到那个时候都做成水泥墙 然后大门上头都有放灯的 我不叫灯 那个要叫做什么 对 就是门上面还有一个顶 对的 所以我在里面解说 我也说 这个是大约在什么时候 开始有了这类的建筑 这是真正的 另外一个风貌的老台北 而且他是大家一起干的 大家一起干 他不是只有一两家 好像你不盖那个 好像不够气派 对的 是不是 他那一阵子 大家都盖了 他有一个门庭的感觉 对 这就叫门庭 以前在墙头子上 都要插玻璃 对不对 防贼 对的 而且就算是民宅 日本人也就很讲究 你注意 他大门不正对着 他下面的门 就是里面的屋子的门 不正对 对 他要错开 对 你到温州街那边 看那个大院子 原来海军军官俱乐部 他们也是什么地方要让 就好像北方的 四合院的照壁 照壁或隐 对的 隐蔽就是不让你一路看穿 对呀 是啊 另外我还有一个非常个人的问题 就是讲起中国的水墨 尤其是山水啊 什么的 村法 是 为我解个货吧 在这一张话里面 要动用到笔触的时候 你是怎么选择 什么样的村法 其实村法 他主要在英文上来讲 就是texture stroke 也就是表现直理 我们说村这个字 他就是讲皮肤受到干冷 而且裂纹 这样子比较粗 于是当你用干的毛笔 在纸上 尤其是宣纸上 来摩擦 然后造成一些直理的感觉的话 而且有村 有重复性 对的 如果你画的是一个点一个点的 那叫做雨点村 就是中国传统村法 画长条的 不交错的 叫散麻村 交错的长条线条 那个叫做披麻村 如果你画的像是荷叶的叶脉一样的话 那个叫做荷叶村 所以中国的村法就各式各样 你把笔躺下来 横着拉 那叫做抚批村 叫抚批村 所以你形容哪个对象 就用不一样的村法 这才对 不能说是你画泰山 跟画野柳 用同样的村法 所以村法应该是跟着自然而产生的 而不应该拘泥于某种村法 而始古不化 问题是龙山寺是一个事情 对的 那他也有需要重复的一些的文理 那怎么去决定该如何用笔 首先你是光影 你举例来说 在龙山寺二径的香炉 香炉它有烟 烟起来的时候受到光线的影响 它会比较亮 我在画的时候 我是不同的地方 我用不同的墨色 所以光过去了 过了屋顶 那个地方被烟遮的地方 我用比较淡的墨 那个比较没有烟遮的地方 我用比较浓的墨 你可以说这个是表现直理 但是它更是表现阴阳 而整张画 它的阴阳向背 哪里亮 哪里暗 哪里是暗中更暗 还有暗中更暗 然后暗中更暗里头 却看到有人在偷情 却看到有人在呕吐 最后我想在我们节目 还有大概两分钟的时间 经过这么多年您的创作 包括绘画 包括写作 还有包括早年的戏剧表演 现在好像没有在戏剧方面 在发挥了 会有遗憾吗 或者想想从前在演戏的那个时代 或者是在社团里面 当男主角的那个时代 会不会有的时候心有会动一下 会有我女儿曾经做这个美国的电影公司 华纳电影公司 驻中国大陆的投资部的负责人 我就跟她讲 你们如果拍戏的话 找老爸去演个电影 老爸什么都演过 连广播剧电视剧都演过 我以前曾经那个赵奇斌导演 特别邀请我去演 有特别目的的 要背很长的词的就找我去演 但我没演过电影 那我女儿就说 那你要演一个什么呢 我说演那个末代皇帝里面 一开始那个狱卒 一边在缝衣服 人家演的多好 英若诚 英若诚 演这样 我很羡慕那个英若诚的 那一点点 就让人就觉得多过瘾 访问的是我的老师刘庸 真希望有机会能够做一部戏 让我的老师在里面缝个衣服 非常感谢两个礼拜来参与 我们的老台北 特别是今天介绍当时明月 龙山寺庆元宵这本画册 严格说起来它不只是一个画册 它也是对刘庸先生 我的老师 他在绘画艺术上面的一个全方位的展现 音乐 雨水和车身拥挤在窗口 我在都市的边缘停留 少年的往事 少年的往事 在回忆中消失 三十岁 我的直言 是自由 勤劳的人啊 无聊的人啊 还有陌生的我 在街头游走 白色的墙主 玻璃的黑幕 唱着改变社会 唱着改变社会 的任务 唱着改变社会 告诉我 世界不会 变得太快 告诉我 明天不会变得更坏 告诉我 告诉我 这未来 这未来 我等待 作曲 李宗盛 是谁 在智慧路上的追逐 有谁来 裁判 游戏的胜负 谁让我爬上高楼的顶端 却看不见 昨日的天堂 告诉我 人类还没有绝望 告诉我 上帝也不曾疯狂 告诉我 告诉我 这未来的未来 我等待 有人说 不要问我 从哪里来 有人唱 台北不是我的家 告诉我 都是不是了流浪 告诉我 这是我居住的地方 告诉我 告诉我 这未来的未来 我等待 告诉我 世界不会变得太快 告诉我 明天不会变得更坏 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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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未来的未来 我等待 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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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